各位弟兄姐们平安 我们今天要为各位查考的经文是 希伯来书的十一章的第十七节 一直到二十三节 题目是亚伯拉罕的信 希伯来书十一章十七节 亚伯拉罕因着信 被试验的时候就把以撒献上 这便是那欢喜领受应许的 将自己的独生的儿子献上 论到这儿子曾有话说 从以撒生的才要称为你的后裔 他以为神还能叫人从死里复活 他也仿佛从死中得回他的儿子来 以撒因着信就指着将来的事 给雅各以扫祝福 雅各因着信临死的时候 给约瑟的两个儿子各自祝福 扶着帐头敬拜神 约瑟因着信 临终的时候提到以色列族将来要出埃及 并为自己的骸骨留下一命 摩西生下来 他的父母见他是个俊美的孩子 就因着信把他藏了三个月 并不怕亡命 我们知道亚伯拉罕是信神的 他听了神的呼召 就离开了出生和成长的富家 而迈上了未知的旅程 这对任何人来说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更何况他的富家是富有 有房屋以及有许多奴仆的 那真是一个不容易的决定 非有信心不足以支撑的 但那还不是亚伯拉罕信心表现的最高峰 毕竟家业撇下了还可以再挣回来 钱财也是如此 房屋离开了到别地还可以再见 但是人的生命只有一条 生命逝去了就不会再回来了 特别是到年纪越来越大 甚至到了所剩不多的时候 就越加弥足珍贵了 这就是为什么许多大妈大爷 都要可以花上很多以前辛辛苦苦 赚来的钱在保健品 在医疗过程上面 因为他们真是那仅余下 剩下不太多的生命 毕竟生命是不能取代的 除了在自己的生命很珍贵以外 亲人们的生命也对我们来说 也是很重要的 特别是自己后代的生命 如果我们必死 那我们的生命的重要价值 就是在我们留在世上的后代 他们似乎就是我们生命的延续 而亚伯拉罕更是一个 一直没有后代 直到很老的99岁 才得到一个所应许的后裔的以撒 那他对于这个孩子 必是更加分外疼爱的 加上抚养了十多年以后 他对这个孩子的感情必然是深的 那么当神呼召亚伯拉罕 要他献上以撒 他独生儿子为祭的时候 这对于亚伯拉罕来说 应该是有很大的挣扎的 以撒是他所深爱的 最爱的 现在神要他将最爱的舍下 要让他死去 这他还能够顺服吗 结果亚伯拉罕还是顺服的 因为他信神所应许的 他的后裔要成为大国 并且要从以撒所生的 才能成为他的后裔 既然是如此的话 那么就算是神要以撒 还没有后代就要死去 那么神也必能让以撒死了以后 也还能够复活 这种话是听也没有听过 人想都没有想过的 但是亚伯拉罕因着神有应许 就如此就敢相信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亚伯拉罕的信 是超乎任何人的信 并且神也没有真的从亚伯拉罕处 夺走他的最爱以撒 但是亚伯拉罕 真的好像还是从死中 得回他的儿子那样 这就是亚伯拉罕的信 所受到的最大的挑战 即使如此 亚伯拉罕还是通过了考验 不仅仅是亚伯拉罕有信心 神的应许 亚伯拉罕也当然传给以撒 以撒又传给雅各和以扫 因为要成为大国 不能只靠亚伯拉罕 以撒以及他的后裔 也都是参与在其中的 而神所留给的祝福 亚伯拉罕也传给以撒 以撒也将这些祝福 传给亚各以及以扫 亚各也是因着信 将神的祝福传给他的儿子们 特别是约瑟和约瑟的两个儿子们 这件事被记在创世纪四十八章当中 藉由亚各的祝福文 我们看到亚各真的是把神对他的祝福 再传给约瑟和他的两个儿子 这是在亚各临终前 正儿众之所做的最后的一件事 可见其重要的程度 这些都是深信不疑的例子 他们将神的应许看作是 他们生命当中最重要的事情 包括他们自己一生的生命 以及后裔的生命 都是以此为重 无怪乎圣经要举他们的信为利 感谢赞美我们的主 愿上帝赐福给你们 阿们